是跟村里的几个老乡到这里来 深山竹林里面来挖冬笋 刚才听说有几个老乡已经挖了有几十斤了 我们现在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竹子 这个竹子跟我们平时看的竹子真的是不一样 又大 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虽然他们已经挖过了土质特别松 应该来说冬笋的话都是大货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那些地方已经被他们挖过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捡了一个漏 看一下有多半 这个我们是看它的古包 这个地方都已经挖上菜土一样了 这个还有一个 露出来的 可能是它们不要了的 太小了 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烂水窝 所以在旁边 这里发现一个大货 所以有的时候看到烂水窝不要放过了 好 好凉啊 那这都挺干的啊 而且 这个就够大的 包不傻 看一下 够大的 颗巾有两斤了 真的可以 这个 嗯 这么一大堆 这里还打载 怎么调好回去 哈哈哈哈 空了不要 不用 等下全個人挑回去 哇 這裡就好幾十斤啊 都是大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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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漂亮啊 今年下半年啊 就是 偶爾去挖一挖 像他們是專業的 也挖了好幾千斤啊 所以換算一下 現在是已經是九元一斤 換算下了的話 一個冬天就可以挖好幾萬塊 我看到這裡好像有個古堡啊 看一下是不是 這裡離竹子比較近 這是以前的 爛筍 不是爛筍 應該是那個 爛邊 煮起來的 哇塞 原來是這麼大一個 哇 山裡面 深山裡面的 冬水就是大貨啊 這是胡宮 這邊聽剛才那幾個老鄉說 很多野豬的 上面呢 已經被野豬滾過了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 小邊 小溪邊上 其實這裡有一些是小溪 但是現在已經沒水了 哇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哇 今天挖的第一個最大的是 應該來說已經有兩斤多了 哇這個可以 真的是大貨啊 短短的十幾二十分鐘 聯繫上那幾個大貨啊 現在是上了四個大貨了啊 在這些比較密的竹林裡面 可能用其他方法呢 都可能比較難一點 尤其是看邊的話是更難 因為它這裡面呢 是錯綜複雜的 不過呢 一招 只要一招 就是看土包就好啊 好我們這個視頻呢 就分享到這裡啊 我們下個視頻見 拜拜